阻止听障人士非法集资购房 妥善调解听障人士的家庭矛盾 近日记者跟随重庆市沙平坝区公安分局民警何巧 体会无声世界的净雨灶 在沙平坝区与小区的活动室里 在20余名听障人士面前 民警何巧手随嘴动为大家讲解民法典 何巧介绍他所在的这个辖区里有一个环境房小区 常住140多名退休的听障人士 但在小区普通住户眼里 个别听障人士不讲卫生 有噪音等不文明行为也上升为群体印象 异样的眼光让听障人士们更加不愿意和社会正常接触 许多矛盾由于沟通不畅越拖越大 在成为一名民警前 学地理信息系统出身的何巧曾是重庆一所大学的老师 何巧告诉记者 听障人士虽为特殊群体 但也应受到尊重 就像给学生解答学习中的疑难 警察同样需要及时解决群众的困扰 于是他从建立感情开始 加入了社区听障人士的微信群 为了取得信任 他自学手语 经常主动去找听障人士练手 实时纠错 就这样何巧融入了这个无声世界 成为了社区中听障人士和社会大众 连接起来的纽带 我六年前来到这个社区后 了解了社区里面有很多以前重庆高压开关厂的农亚工人 他们因为交流不方便 生活有很多困难 为了更好地帮助他们 做好警务服务工作 我就决定开始学习手语 以何巧名字命名的 巧姐无声警务士也挂牌成立 家庭有矛盾 迷迷有冲突 都知道找何巧帮忙 社区中有涉及听障人士的矛盾 彼此无法沟通 何巧出警就能迎刃而解 平均每年解决纠纷300余起 调解案件70多起